晚安 大家晚安 今天继续来玩这个木光森林 这是我们第二次一起玩木光森林了 我刚才没有说成木光之城吧 没有吧 在上次直播的时候 好多人跟我说 拜拜 你说成木光之城了 糟糕 刚才没有犯蠢吧 好 那上一集的最后 我们找到了这个对不对 巫妖塔 我今天原本想要攻略它的 可是呢 我发现我的身上 非常非常的满 而且我们还没有一个据点可以落脚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有一个据点呢 上一集啊 到底是为什么 左上角一直跑出来 是因为我一直换版本吗 比如说我玩了一下1.8.8的CTM 然后又切到1.16.5 所以上面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没有左右部分哦 是因为现在是镜像 这个东西一直跑出来 我觉得好烦哦 然后上一集 我们有在这边睡了床 所以我们会从这边重生 那第一个房间就当作我们的小据点 我看一下上面够不够空旷 可以 很空旷 来 就这了 东西先丢进去 那其实我们应该把床拿过来对不对 与其把床这样傻傻的放外面 我发现我身上其实蛮多垃圾的 都是一些 奇怪的东西 都是一些没用的方块 好 记一下重生点 晚安大家晚安 为什么我旁边有东西 是蝙蝠吧 不是怪物吧 看 看要是怎么回事 哦 好 是蝙蝠 我最近一直看鬼片 现在非常的害怕 哦 先存档是吧 好 存档 如果你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存档的话 嗯 你来看直播 就会知道了 嘿 我的麦块一直闪退 但我始终抓不出原因 你只有一只的话 我就要打你了 我钻石剑哦 真的只有一只 哇哦 很不妙的感觉 很不妙 很不妙就要先这样 最近 嗯 一直看鬼片 就是那种 啊 好恐怖哦 可是就是要这样偷看一下 晚安 大家晚安 哇 这个我会叠下去耶 哦 有生怪砖 我看到了 当然是先点亮啊 开玩笑 也是什么砖 骷弓砖 等等 要敲吗 这个有可能做成什么神秘的 物资塔 好 物资塔 我现在还非常非常的缺箭矢 所以我们把它留着 我看起来 哦哦哦哦哦哦 这个洞 想害人了 嘿哦 这里又一个洞 哇哦 这其实地形蛮复杂 哇 这里好可爱哦 诶 这里可以看外面 嗚呼 哇 这个这个楼梯对我来说真的很难走 我真的太害怕了 如果我一直亂窜 我覺得我最後會 會不知道我人在哪裡 我們先不要這樣亂窜 我們一個樓梯一個樓梯 慢慢走 哇 走這麼快 就這樣開打了 我給你們說個祕密好不好 等等 對 它會分身 我都忘了 它只有一個是實體 而且我當年是分辨得出來的 所以代表 代表 我們來認真看 你們如果看出來的話趕快跟我說 哇 太通了吧 等一下 你看 卡輸入法 你們有聽到登登登登登登 有沒有 所以齁 平常 我都說 我卡輸入法了 我不是在唬爛 我是真的會卡輸入法 而且我的輸入法我已經切成一言即二 就是那個english的那個 那個狀態 但是 等等 我記得 我記得這個是壞蛋 對 它是生物 它是壞蛋 如果 果然沒錯 這本漂浮書是壞蛋喔 可是我沒有任何武器 我只能用白紙跟它拼了 哇 我要死了 我聽下來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 東西穿一穿 好 剩那本書 剩那本書 大家莫及莫荒莫害怕 剪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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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暫時先這樣 吃 到底 你 打到我的死靈書 會給我什麼神秘的東西嗎 沒有 就是一般的紙 我們要撿到食物 盾牌拿著 我覺得我們來實驗看看 來 那再玩 就是盾牌能不能感受它那個恐怖的攻擊 我先打再說 喔 原來這麼好分店 真實的版本的他 欸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他的武器 他的攻擊是可以打回去的 肚子在這 小心到這個心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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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吃飽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當年玩的時候 然後 我好不想自己說當年咯 這樣的話 就沒有床玩的易度了呀 欸 這是無限生成的嗎 這樣這是無限生成的嗎 這樣這是無限生成的嗎 他可以開始扣血了 我擋擋看 擋擋看 可以 等一下 他好生氣 他好生氣 他下不來 他下不來耶 你太高了對吧 哇 軟一點 他卡住了 難道說 這就是打他的秘密 大家 根本不用上去 不用上去跟他硬拼耶 我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欸 等等等等等等 我記得他會掉神秘東西 有了 有了 吸血全掌 我想想這怎麼用 我先看一下這個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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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拿到的戰利品 他長這樣 OK 我跟你們說喔 如果我們能夠 遇到其他的巫妖塔的話 我們要多打這個 因為 他會掉出三種不同的杖 而且這三種杖 會隨機掉 剛才他不是有那個嗎 會召喚出很多殭屍對不對 我們可以 我們也可以打到 那個杖 然後就真的 可以召喚殭屍 我們去打更多的巫妖塔 然後洗他的這個 看一下這個 你是 一般的狼嗎 好 他是一般的狼 因為我記得這個世界裡有 會主動攻擊 人的狼 欸 是 同一個嗎 欸 好 打他 我們現在根本不怕他了 來 直接進來 戰鬥 沒在怕的啦 你在哪裡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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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我在剪影片的時候啊 我發現一件事喔 就是 就是 我打完娜家之後 居然沒有在他家四處六搭六搭 看看有沒有東西欸 所以 我在剪影片的時候啊 我就想說 如果我們有在遇到娜家的話 我就要在他的迷宮裡面晃晃看 他有沒有殘忍的道具 然後 我還是不知道 娜家鱗片怎麼用 你們知道娜家鱗片怎麼用嗎 如果 大家都不知道的話 再後我就要來Google看看 我們先拿多一點的娜家鱗片 他的那個暈倒真的是 有點隨機 他有可能是前幾次都故意裝暈 然後 裝完暈之後 我們就會以為他會暈倒嗎 他就拿去就突然會暈了 然後一直攻擊 就跟賭神摸小尾巴 小指頭的那個戒指一樣 是故意的 然後拿娜家鱗片 然後我們在這邊四周看看 我上次是像這樣啊 欸為什麼 欸我上次真的有盒對不對 我上次真的有 他就是不行啊 欸就像這樣 所以他是沒有帽子的 這樣 沒有鞋子 大概長這樣 大概長這樣 這是娜家 娜家兄家 可惡 那我又改變心理了 我們 今天 來打很多娜家 打很多烏妖塔 看看好了 這是什麼 小山豬 這是小山豬吧 還是是 行走的鱷魚 他其實長得比較像鱷魚對不對 對 我們再來打更多的娜家鱗片 怎麼辦 突然覺得有點好打 欸他會燒傷嗎 欸不會 他看火 那如果他碰到我 我會燒傷嗎 火焰娜家來了 火焰娜家 哇 這個真的 欸 欸 等等 我覺得有點犯規 火焰娜家 我是擋不住的 我擋不住他的頭的攻擊 等等 欸 他不會暈嗎 好 玩一下玩一下 怎麼玩 這樣嗎 那我有 我有回到鞋嗎 這個遊戲 沒有設定成 越打他 他會越強 你看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這是我最後一個食物了 他的動線呢 有比我們第一次打的那隻 還要靈敏很多 他都不暈了 他真的不暈了 他只有正面撞擊才會暈 哇 只能打他一下 難道說 因為我 穿著 娜家盔甲 所以他很不開心嗎 是不是因為我穿著 娜家盔甲 他發現是太狂了 所以他非常的不開心 哪先 一定用這個試試看 要快 DOWN 快 DOWN 快 DOWN 我自己直接打好了 還快 再跑啊 你再跑 我直接打你了 你都不撞我 我直接打你好了 又一個娜家頭 娜家靈片 我有撿到嗎 有 很多個耶 褲子是吧 拿到那加斷甲石 鑽石 我還有 所以說我們其實可以回主世界 拿更多的食物 這個 看是不是德魯伊小屋 好 是德魯伊小屋 這個用 趕緊把它敲掉 我們再放一隻出來好了 德魯伊就是一種神秘的 骷弓 它的形態是骷弓 然後 會像剛才一樣 讓我們得到一些負面效應的東西 負面狀態 好 反正它也不是很強啦 大家有看過就好 我先炒掉 那這間屋子沒有很大耶 好像不適合當成 當成據點 好 就這樣 以後如果有遇到更大間的東西 再說 我們不知不覺進了一個 新的生態系 應該是某一種沼澤 吧 然後 我突然想起 啊 果然 在這種沼澤裡 就是會出現這個 它是一個 好大的荷葉喔 那如果把它打起來 會是什麼樣子啊 大荷葉嗎 巨型睡蓮 欸 這好酷喔 這個我想帶走 這個好像是什麼 牛頭人的那種 地形吧 我先倒個水 不行 我們會餓死 我直接 開個傳送門來召喚 嘿 我剛剛還以為召喚失敗 超緊張的耶 對面會是哪裡啊 正在把你送出目光森林 全世界最小的離島 你 你 這樣是對的嗎 這樣是對的嗎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過來嗎 因為我餓 然後你還這樣對我 謝謝陌生 欸 莫夫人 欸 莫夫人 真的在 剪輯 今天幫我剪進去好不好 太好笑了 睡覺 好險他有給我樹 這樣一來 我至少可以 坐船離開這個鬼地方 然後我們找一個新的陸地 我們先蒐集食物 不然我真的要餓死了 我真的要餓死了 我真的要餓死了 欸 牛牛 食物來了 很棒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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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了 抱歉了 好 天啊 我改變心意了 我們去拿戒符合和翹翅 下一集 下一集 我們去拿戒符合和翹翅 我還沒有用 任何飛行啊 或是翹翅類的東西 來玩過目光森林 我們這次就來用 完全不一樣的方式來攻略 你們覺得怎麼樣 很棒耶 有人 有酷弓 有酷弓 我先丟個 好 逃跑 大家 有可愛的房子 好可愛喔 跟剛剛那個 應該是同一個東西 但 但這個比較可愛 它有煙囪耶 它有煙囪耶 哇喔 這個比 黑橡木森林 還要黑橡木耶 它的樹冠層 直接全部連在一起 是真正的 屋頂森林 我們就這樣進來了 沒問題嗎 我們待會跟著火把走 走出去 這裡有看到 樓梯的東西耶 什麼 啊 難道說這裡其實是有建築 但是被吃掉了 我們上去看一下 欸 敲不掉 好難敲喔 這個不是一般的樹葉耶 居然可以插火把 有效工具是什麼啊 不是骨頭 不是鎬 劍就不算了啦 劍 打什麼都快 按道報 不愧是黑森林 對啊 欸 它就突然生成了這個東西 它拿了一本書 我要看 我要看它是什麼 打不死 它在這裡是無敵的嗎 打不死 我打不死它 那我防禦得了嗎 試試看 可以 要這樣打喔 它會給我什麼更神秘的書嗎 探險筆記 寫在微弱的發光紙上 這個區域周圍黑暗的捲墟 只是在整個黑暗森林上的一種保護性咒語 這個咒語會導致失明 很令人煩惱 我已經看到了 該地區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並希望繼續探索 我在黑暗的森林裡找到了廢墟 它們屬於一個通常由歧視居住的類型 歧視居住類型的堡壘 雖然不是歧視 但這個堡壘充滿哥布林 它們穿著歧視盔甲 但行為不像歧視 在廢墟深處 我找到了一個基座 基座似乎是 歧視會放置獎盃 證明它們力量的一種類型 殺死一個強大的生物 似乎削弱了黑暗森林上的詛咒 並且 將與該生物相關的獎盃放置在基座上 可能允許進入大本營 到目前為止 我所見過的唯一生物 足夠的力量是 火沼澤中的許多獸頭 究竟是我閱讀能力不好 還是它的中文不是很理想呢 好 但它至少給了一個提示 它說火焰森林 不是火焰沼澤 它說在這個黑森林裡面 有廢墟我找到了 可惡片子 這邊沒有 什麼意思 我知道了 在它的領地範圍內 它是無敵的 並且我嘗試著破壞東西的話 它就會生氣就會生成 例如說剛才我想破壞我插的火把 它就生成了 神秘結界 有了有沒有 真的耶 真的是這樣 好 我們來找一下它的大本營在什麼地方 它說這裡是有他們的據點 然後要放獎盃上去 那獎盃在哪裡找呢 它說在火焰沼澤 它說在火焰沼澤 這邊 這是發光的 我們找到了 我們找到了 這邊不能 不能敲 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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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找到正確的入口 可惡 這蠻難的耶 如果它很大一片的話 我們豈不是要找很久 在亂瞧 就想挖破一個洞鑽進去 哈哈 欸欸欸神木 神木 這邊有一個神木 我跟你們說 神木裡面 有可能會有東西 這個神木啊 他在唱歌 這是蟬吧 這個神木啊 有可能遇到 它是半顆的 就藍腰結段 就沒了 它有可能是長得像這樣子 一整顆完整的神木 好 沒有 我們找到了這顆神木 沒有東西 有時候神木裡是會有 會有寶藏的 我們今天是不是要什麼 沒什麼啊 那我不要巫妖塔了 我不要新的生態系了 我不要那個火焰沼澤了 這個是 呃 鋼葉迷宮 這個樹葉好像叫做鋼葉 欸馬上找到這個 藍腰結段的神木 有沒有寶藏有沒有寶藏 還真的沒有 還真的沒有 這個鋼葉的東西啊 它跟仙人掌一樣 如果我們踩上去會受傷 看喔 嘿 這樣 然後如果我們試著破壞它 也會受傷 這樣 啊 超痛的 我們今天也可能把這個走完嗎 我們 好吧 我們都往右手邊走 然後這裡面 這裡面會很亮 因為有很多螢火蟲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火把不夠的問題 思考一下 難道說按Shift可以不受傷嗎 好不行 不行 誰跟它慢慢走啊 當然是放方塊直接跳走比較快啊 應該不會有人 就真的那個吧 真的在裡面走迷宮吧 看到神怪磚是不是真的 我在神怪磚旁邊吃東西 我眼角一光疲到怎麼有火在鬧呢 哈哈 好了 這個是餓狼 餓狼就是對我們有攻擊性的狼 可以放到了 這樣 你們 碰不到我吧 看我一個 智取 OK搞定 管它餓不餓 反正吃不到我就好 有蜘蛛 有蜘蛛 你是什麼蜘蛛啊 普通的蜘蛛 那邊還有一個 我好想開箱喔 可是我覺得它會跑出來吃我 那邊是不是有神怪磚 這邊 讓我敲掉 OK成功 我的鵝卵石要不夠了耶 哇我沒有放到 救命啊 快跑喔 打了打了打了 它會很痛嗎 應該沒有像兔子殺手那麼痛吧 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好沒事沒事 虛精一場 還有嗎 沒有了吧 嗯 好吧 食物很珍貴 哇 好多營火蟲喔 為什麼還有在生 還有其他的磚嗎 這個磚敲過了呀 鑽石 沒鑽石 謝謝 好 我跟你們說我看到一個很酷的東西 這個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非去不可 刚才米纠有问我说要不要合成 合成 那个 木光森林专用的地图 我们就需要这个 因为这边会有乌鸦 这个青金石 这个柱子是有 会吸引乌鸦的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守株待兔一下吗 如果我们要合成 木光森林专用的 地图的话 就需要乌鸦 OK好 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好了 原来我的装备都已经坏光了 那下次啊 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再遇到新的乌鸦塔 它一共有三种账 所以我希望可以 拿到更多的账 那我们身上真的太满了 所以要嘛就是我们要去中介一趟 拿借符盒 要嘛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地方落脚 所以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再跟我说吧 我个人蛮倾向去中介一趟的 我们先回到主世界 然后去中介 打中介龙 拿到借符盒 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这个系列可以用翘翅 烟火 还有借符盒来攻略的话 我觉得这个系列会很特别 至少我以前是没有机会这样子玩的 好 感谢大家 今天慢快我们就先玩到这里咯 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可以按影片下方的喜欢和订阅 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咯 然后如果想要来看直播的话 可以到Facebook 在FB上面搜寻巧克白 就会看到我的粉专了 我都在粉专直播 好 感谢大家 晚安晚安 拜拜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